我叫板家小微一名超越者 昨天啊这七日世界新赛季的转服阶段开放了 我呢也是已经转完了 目前是在普通难度的PVE时区 别问我为什么不去困难服 问就是我不配好吗 下面呢我整理了一些关于两周目转服的关键问题 分享给还没转服以及准备要转服的小伙伴们 大家可千万要仔细听好了 真的这对你们很重要 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们不要踩下面的一些雷点 首先这次转服分为两种服务器 普通和困难 那么这两种服务器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困难服获得的新制裁总量会比普通服要多10% 其次就是不同服务器的枪械流派也不一样 根据蒋池和摇篮来看呢 带有虚空再生标签的服务器 主打的是元素易商流 武器也可以选择大白鲨和服饰 带有同调相位标签的是枪械直商流 武器可以选择勇气和劣势者 所以在报名之前 大家先想好要玩什么派系 再去确定报名哪个服务器 接下来报完名了之后呢 你就直接可以开启新赛季的进程了 不用等物资 异常物 装备等等这些系统会自动帮你存放到永恒岛里 进到服务器里 你再从永恒岛里转出来就好了 OK接下来第二个重点来了 从永恒岛里转物资 千万要谨慎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转完之后后悔莫及 切记不要转装备和武器 不要转装备和武器 不要转装备和武器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因为武器转出来要等40级才能用 对于前期开放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且转换积分总共就2万分 一把武器就要1万分 其他的东西你就转不了了 前期只要转几样东西就可以了 转一把普通的电钻和电锯 记住用普通的就可以 高级的电钻和电锯转一把要3000分 根本没必要 然后再转两三个五级的收容物 比如凝胶杀手兔颜值金 这种前期能增加物资和产能的就可以了 然后就不要再转别的了 剩下的分尸后面的情况而定 缺什么再转什么就好了 你别笑 OK物资转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荒了 是的你没听错 要重新开荒 商店里的兑换物资全部更新了 地图里的宝箱 异常物这些也全都刷新了 可以开图拿控制器和原制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地图里面增加了全新的你太体 嗯 它们对应着相位同调这些标签 这些玩意儿伤害特别高 遇到的时候千万别轻敌 否则就会像我一样 这里我推荐大家 前期先把装备和武器做好了 再去开图 因为图谱模组这些都是全部继承的 所以装备可以直接全套做好 只是等级不到 没办法激活词条而已 但对于前期开放过度来说 完全足够了 另外这个赛季的魔鹰专精 好像也做了调整 我第一个专精点出来的是个彩集镰刀 这个是上个赛季没有的 高等级收容物的概率好像也有提高 我第一个货运就出了4-1的水母 所以准备大量转出收容物的小伙伴们 建议也别着急转 等后面刷刷看 说不定这个赛季的收容物刷出来的会更好呢 好了 以上就是一些大家需要避开的雷点的 PVE因为没有新剧本开放 其他玩法应该还是跟上个赛季一样 我就不多说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